竞选盟2.0组织在2012年4月28号举办3.0几会 政府5月15号以破坏公务为由 起诉15名竞选盟领袖 索偿110543令吉27仙 吉隆坡高庭去年1月驳回政府的诉讼 而上诉庭在8月宣判 政府不能援引相关法令索偿后 政府随即向联邦法院提出检讨申请 不过今天由丹斯利理查 丹斯利哈山拉和丹斯利阿布莎玛组成的联邦法院三司 一决维持上诉庭的判决 驳回政府的宣请 另一方面 重信党沙亚南国会议员卡丽莎默六年前 在没有获得雪兰娜伊斯兰理事会的批准下 擅自发表宗教演说 发生伊斯兰法庭惊天下判 法官基于被告自便时 无法挑出合理的疑点 判处被告抵触2003年 雪州伊斯兰法行政条例第119之一条文最重 罚款2900令吉 或以坐牢三个月取代 联邦宪法闯明 人民代议室一旦入狱超过一年 或罚款超过2000令吉 就会丧失议员资格 不过卡丽莎默已经表明 明天提出上诉 因此暂时保住代议室的身份 至于在巴达林在野 一家关联公司的代首席执行员和一名经理 因为涉嫌贪污和滥用职权今天落网 反贪污委员会今天在巴达林在野和旧巴生路的住家单位逮捕两人 当中58岁的拿都籍嫌犯 涉嫌在2013年到2015年期间 在一项电子护照工程中滥权收取贿赂